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觉得能源的议题好像离自己的非常地遥远 似乎是政府政策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其實我們這一系列的內容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能源跟我們日常生活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今天跟下次的內容我們討論到的是公民電廠 分別從都市社區跟偏鄉來看公民電廠的議題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令如 跟我們一起討論公民電廠 嗨令如你好 哈囉菊卡 那我們今天討論到的令如的這邊是從都市社區來看公民電廠的相關的內容 我們今天討論到新北市的這些公民電廠是哪些地方 基本上我們這一次討論的都是在新北市的社區 新北市是目前台灣人口最多的縣市 在上個月已經突破了400萬的人口 那再來是它的住商的用電量是全台最高 扣除工業用電的部分的話 再來就是這次我們選擇的社區呢 一個是三重的風景隨風社區 那另外一個是在盧迪社區大學 那這裡要另外也要強調的是說 這邊指的社區也許可以用英文的community來思考 就是它並不只是侷限在一個特定的我們的住家社區的 這樣一個地理的空間的限制 它更強調是一種社群 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連結的關係 據我所知好像三重這個地方的地區特性是很多外來的移民 是這樣嗎 我說的外來移民當然不只是我們國籍之外 而是可能從桃園啊或是南部上來的 是不是有這個比較特殊的特性在三重這個地方 對 沒錯 其實不只是三重啊 就整個新北市來說它的特性就是 因為它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所以很多人都是從比如說中南部啊 或是像我自己的父母是從桃園 然後為了工作為了生活而北上到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那一來是因為新北市的房價也比較低 所以其實很多人就會選擇在台北工作 然後在新北市就是生活居住 我有一個疑問喔 就是說如果這樣外來的人比較多來 會不會社區的黏著度啊 不會像一般的社區那麼高 會不會有這方面的困難 當然 其實這也是我們當代的都市社會來說 常常見的算是一種特性 因為在都市社會人很多 那人跟人之間呢 當的交流是會稍微比較 淡薄嗎 可以這樣講 我看你 我從書中當中喔 喔 要打一下書 我們出的這本書呢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是用春山出版社跟台道風險中心來共同出版的 其中有一個章節的就是我們今天的內容 例如討論到的如迪社大跟翠峰社區 那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其實好像有提到說 這相較於其他地方 其實他們通用一些方式 來讓社區的凝結度比較高一點點 那我覺得呢 我們下段節目呢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說 他們跟天鄉的差別在哪裡 以及公民電廠為什麼那麼重要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下段節目回來 剛剛上一段節目的內容呢 我們討論比較多的是有關於書中 社區的一些它的特性 那我覺得還是要回歸我們的主題 為什麼公民電廠對我們那麼重要 我們靠台電來發電不是就好了嗎 那公民電廠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 剛剛皮卡有講到 我們都是依賴台電嘛 覺得很習慣說 欸 開燈就有電了 對 然後或者是你熱的時候直接開個冷氣 那你也不會想說冷氣的電到底是從哪裡來 你想說反正台電很可靠 但是其實我們會想到發電其實有很多成本的 像我們從去年年底的公投啊 大家要不要用核能啊 要不要繼續蓋深澳電廠啊 其實你都會發現電 這件事情離我們並不是那麼遙遠 公民電廠其實它就是希望藉由成立一個公民電廠的方式 然後去讓大家去思考電到底是怎麼來 我是不是有辦法去做一個選擇 等於說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用電非常的容易 但是電從哪裡來 我們可能就沒有這麼多的明確的概念 在通過公民電廠的議題呢 讓我們跟我們所用的電有份 除了使用以外也是發電 所以我看文章當中好像有談到了所謂的選擇權 選擇權有跟公民電廠的關係可能比較深一點點 那我例如可不可以談一下這個部分 所以選擇權其實很簡單就是講說我們可以 第一個你可以選擇你要用台電發的電 那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台灣的發電結構是 大概有近八成是火力 也就是所謂燃氣啊或是燃煤 大家最害怕的會產生PM2.5的空污的燃煤 那其實我們現在也是大力正在推的能源轉型 就是希望大家採用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可以因地制宜 然後它強調是你可以使用分散式發電 所謂分散式發電其實就是跟我們一般的 傳統的大的火力電廠或是核能電廠不一樣 它可以是你自己家裡的太陽能板 或者是甚至是一個小風機 那它都是一種再生能源它的進入成本比較低 所以一般人可以比較相對容易的去參與到發電端 這個過程 那公民電廠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它強調公民參與 那公民在參與的過程的時候呢 它不只是知道說原來太陽能發電它必須要投入這些成本 然後你要發電的時候可能也需要大家的共識才能去蓋這樣一個電廠 那其實在凝聚共識的過程中這是最重要 就是你會開始去想 我們這個社群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電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發電去使用它 對那就是透過這樣的過程 對所以公民電廠其實強調了很多的是公民包含社區居民的參與 然後形成了一個台灣就像是一個共同體的概念 電的取得跟來源不會這麼的遙遠 然後透過居民當中大家一起合作來不管是發電啊 或者是瞭解電的過程當中也凝聚了社區的一些凝聚力 那其實剛剛談到了有關於公民電廠的兩個社區 那我相信呢在社區如何推動公民電廠一定有透過一些方式跟一些活動 我看到書中當中有一些有趣的例子 可以令如可不可以挑一兩個來跟我們分享呢 其實呢我在書的一開始描寫了一個場景 是盧迪社大他們參與補導成立的一個合作社 叫做新北市庶民發電學習社區合作社 哇蠻長的 對名字有點長 但其實它很有趣 它是新北市或者是全台灣第一個由社區大學成立的發電合作社 簡稱庶民發電合作社好了 那庶民呢就是強調它是一般人不是所謂的專家 就是市井小民的意思 所以其實它裡面的成員有一般的退休的工人啊 或者是部行的老闆啊 或者是保全啊 就只要在社區的居民 不管是它是各行各業都可以在其中 沒錯它就是你可能隔壁的鄰居 就是那種我們一般人你在菜市場會見到那種一般人 了解 對那他們就是因為這樣的話好像 等於說人人都可以參與 因為只要你是居民其實就可以參加 那你在訪問當中 我相信 因為有一次呢 我好像也一起陪同去有關一個社區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主委啊 感覺你知道很親和度非常的夠 因為你就會有點像隔壁阿伯的那種感覺 對 那令如你是三重人嗎 那你又採訪這些社區的不管是主委啊或一些內容 你有沒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採訪這些人事物啊 你有什麼跟你過去的想法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要講 我第一次去採訪社區大學的時候 會覺得社區大學就是那種退休的人啊 可以去設計這種課程吧 或是設計各種的 各樣的活動 然後他就是越來越投入 到現在就已經成為一個 社大的積極參與的分子 對 就很容易被吸引就對了 沒錯 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有趣的例子 但是因為礙於我們時間的限制不能分享太多 那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到我們各大的書店來搜尋我們這本書 日常生活的能源革命 由春山出版社跟台大風險中心共同出版 那歡迎大家來去購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